今天在林飞奢华哥哥说在地的故事节目 我们寻找到台中市杰出演艺团队 微笑念歌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团长楚建志 来跟大家聊一聊念歌与台中在地的故事 哈喽团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团长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念歌 什么是念歌 念歌是台湾的传统说唱艺术 所以它就是用台湾话代译 台语本身声调比较多 过去来讲说是有八声 第二声跟第六声又好像比较接近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七声 还是很多 还是很多 所以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这个七声我们把它当作 对 讲话就出现旋律了 对 那么就着语言本身产生的旋律 再配合大公弦跟乐琴 这两样乐器 边说边唱 然后来小显娱乐也好 说唱故事也好 慢慢的发展出来这种艺术叫做 两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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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7年啊 我们一个老师就介绍我去一个小杂货店买那个CD 就是两瓜的CD 他觉得我跟田昂我们两个刚好一个弹 一个去学弹乐琴一个学弹大广弦 应该是不错的组合 那当晚我们就去买了 然后听了就很喜欢 就是杨秀卿老师的 回去听一听觉得很喜欢 就把它翻成谱自己在家乱谈乱唱 然后这样唱唱唱唱到了2011年认识杨秀卿老师 跟他认识之后就很兴奋啊 然后就跟他讲我喜欢你的东西啊什么 然后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他的粉丝啊 碰到他就会这样讲嘛 那他也听多 然后就好啊 好啊 谢谢你啊 年轻人 没想到啊 你那么喜欢啊 谢谢啊 就算了 我一听 你好不容易碰到偶像 怎么可以这样就算了 然后我就跟他借他的琴 我跟田昂就在他面前演唱他的段子 然后他就 他就吓一套 想不到是真的啊 台队给了摄像的两个人 是阿拉伯 是港座丁管 道庭的合佩 也是摄像业所的对手 两个人会怕道庭 可以说完全都是因为两瓜 妈关掉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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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家里面前演唱 两个人都对两瓜有幸福 一个担担金 一个会大公善 两个人都是国家 因为手轻老师的野生 两个小的人 有心团承两瓜野生 也经过一张家庭金面 成立第五年 第二两千块十六年 念什么歌 音乐专辑 就拿到国家出名的 帝国红典 密度大众 Best of the best 到念歌 三九国家舞台 让全世界都听到 台湾本土的声音 用他少年人的方式 学乡台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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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唱到我们政党的五六 請听老车老当海 等等 等等 不要吃好人 什么吃好心 我又吃麦子 你不 我是叫你 補出你的名字 我的你一家 什么我一家 我一家 我是说 我二楼车 好 既然你是二楼车 那好 妳一名来 很辛苦就是 2009年开始 老师的团每年做 传统系的巡回 我们最惨的一次在台东 我们一群人跑到台东去演出 台语家观众大概就十二三个人 我慢慢就思考 想说不行 段层太大 我们开始去写新的段子 然后结合时事 我想先让大众先接触这样子的 比较大家听得懂的 然后慢慢认识什么是念歌 然后再进阶再来去听杨秀卿老师的段子 所以我才会成立一个小念歌团 我觉得其实像前几年的电影 《血观音》当中呢 又让大家去感受到说 说唱艺术的那种魅力的存在 然后又整个跟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 又迸发出他的那个火花了 啊 人家说天才地才理才我才 忘了心名也有了解 先报欧报 早报万报 先欧中邮报 各位朋友 我少兄今天要再来讲过了 我还要讲的就是这个 理计曲折的故事啊 这个尼德界尾呢 就是现在大家收拾要去 投资发财的这个界尾 其实这很久以前就要开始了 这个故事里面有台人 要有窺窗 要有那个鬼魂在那里 对啊 如果那个青年男女 乱爱无结果 就是台湾的罗蜜欧修理的 这是爱情的故事 是啦 好 今晚不停 不停 念歌在 在现今已经面临失传的 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要怎么尝试 我觉得都好 反正每一种尝试都是 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 族群去关注到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要去做 传承的时候 我想原来的那些东西 你必须要有够了解 你才可以真正去 把它做传承下来 传统本来就是 一直在变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那个核心 我们不能丢掉 所以我们在跟其他的 表演艺术结合的时候 我还是要 把持住我原来的东西 我不能变到最后人家听不出来 你是念歌了 当然 念歌 我从学习念歌一直到现在 我发现 透过念歌越来越认识 我的文化 本来 对妈妈 阿公这些人 都认识不深 然后慢慢的我越来越知道说 在100年前 200年前的台湾 阿公 找到 中文的 程 中文 点赏 中文 点赏 点赏 中文 点赏 点赏 目前